魔鬼论中,认识耶稣胜过迷惑的灵 作者首尔圣了教会,主任牧师金基东 毕利亚出版社出版,第九章,制服污鬼的三个条件 要想赶鬼,信心是必不可少的 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信心,什么也做不了 所谓信心,就是指拥有上帝的启示 说到启示,许多人首先想到意象,启示不是指意象说的 还有的人说自己得到了启示 上帝让我就业,上帝让我搬家,上帝让我卖房子,上帝让我做买卖 人们对启示的概念,带有很大的误解 启示是指显出上帝旨意的话语 拥有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把信心与宗教心区别开 一个人再怎么热心过教会生活 但如果不是由于启示 就不能说他的信仰是完全的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启名叫耶稣 这话语临到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立刻就接受了上帝的旨意,说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他并没有用人的想法来限制话语 唯独希望上帝启示的旨意,成就在自己的身上 就像这样,信心不应该掺杂人的想法 今天,人们在听道的时候,总是想通过讲道来确认自己所持有的想法 在听道当中,如果发现了于自己的想法一致的内容 就喊阿门,阿门 在这种情况下,人如果说得到了很大的恩典 其实,也就等于说,讲道的内容于自己的想法一致 比如说,认为酒对身体不好,所以不喝酒 于因为上帝说不要喝酒,所以才不喝 这两点是完全不同的 世人当中,也有许多伦理道德高尚的人 但他们的伦理道德并非出自上帝的话语 而是自己的良心 出自人,良心的伦理道德 就算比按照上帝旨意出来的伦理道德还完美 但也不能因此把这叫做信心 比如,有两个人同样来到教会做礼拜 其中一个人是因为主日没有可去的地方 在家又嫌孩子们烦,所以才来教会的 另一个人,则是按照主的命令来教会的 在上帝看来,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 有的人认为,不管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 只要有一种宗教就好了,所以来教会 这样,宗教性的信仰与圣经所说的救恩毫不相关 还有的人因为凡事不顺,心乱体痛 好像要信耶稣才行,所以来教会 这种迷信性的信仰,也与上帝所要求的信心相差甚远 真正的信心,始于上帝派来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的宝穴 虽然,我们国家的基督徒数目很多 但其中拥有正常信仰的人并不多 所以,几乎到了要从教会内部重新开始传到的地步 但有迷信性信仰的人,虽然来教会 却定不下心来 总是想,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所以,常常用去算一卦看看的方式 想去接受一次按手看看 或者去接受一次预言祷告看看 迷信式的信仰或宗教性的信仰 都跟救恩毫不相关 因为他们与基督的宝穴无分无关 就好像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把羊穴没在门面上躲避灾秧一样 今天,我们的心灵也要洒上穴 我们的信仰以圣参和尽礼为基础 信仰受洗的必然得救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 尽礼本身是得救的条件 而是说相信主耶稣基督 并参与他的死亡与复活是救恩的基础 而圣参则是表白 把他的血与肉撕开封给我们的 耶稣基督的苦难成为我们的救恩与生命 就像这样 组成我们信仰主干的两种仪式 全部都是以基督的苦难为基础的 有的人说自己虽然不信耶稣 但比信耶稣的人活得更善良 但就算不信耶稣的人 比信耶稣的人善良十倍 也不能因此而得救 上帝的关心并不在人的伦理道德上 主说过 凡妇人所生的 再怎么优秀的人 也不能大过施洗约翰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 我们因着基督成了属天的人 属天的人再怎么没出息 也与世上的人不同 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生的 不管是天生不喜欢喝酒的人 还是因为主命令不要喝 所以才不喝的人 同样都是不喝酒 但顺从上帝旨意的人是 因着主的命令而不喝的人 我本人在开始向生活之前 也没有喝过酒 但现在我不喝酒 不是因为不喜欢酒 而是因为主的命令 就像这样 我们的信心是以上帝的启示为基础的 每个人来教会的动机 可能各不相同 但无论动机如何 信仰生活的基础 都应该是耶稣基督 可是 有的人来教会已经很长时间 但动机 却仍旧跟刚踏入教会时一样 丝毫没有改变 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 知道你们得赢 托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疾 无垫恶的羔羊之血 二十三节说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 就像这样 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很明确的 比如说 再怎么没有学士的农夫 只要总统命令 你从今天起担任农业部长吧 那么 当农夫 接收这命令的同时 他就成为农业部长 同样的道理 上帝如果命令我们 我已经把能力给你们了 从现在起 你们要使用能力 当接受这命令的同时 能力就会彰显在我们身上 一个国家的大使 是为总统跑腿的 总统 如果吩咐大使说 你到某某国家去 努力搞好外交吧 大使 就会拿着总统给予的决定权 到别的国家去进行交流 同样 我们都是上帝派遣的大使 应该遵照上帝的命令去办事 上帝的话语并不是为了 让某个人独占而赐下来的 上帝的话语是 只要有耳朵的话 无论谁都能够接受的 但人们误以为 只有特别被拣选的人 才能体验上帝的话语 以致拒绝上帝的话语 只有百分之百的接受上帝的想法 让上帝的话语成就在自己身上 这才是信心 在有如此信心的地方 能力会自然出现 有个人 跑到耶稣面前 说 夫子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鬼附着 无论在哪里 鬼捉弄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磨 咬牙切齿 身体枯干 我请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这时候耶稣说 哎 不信的世代呀 我在你们这里 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 要到几时呢 这是主对在门徒那里 没有得到医治而来的人 和不能医治的门徒们的叹息 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你们对于这样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 我难道要为了医治病人 而一百年 两百年一直留在世上吗 你们身上不是应该出现 与我同样的能力吗 现在 我可以医治 但假如二十年后 也有同样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 我难道要为了帮助他们 而直到那个时候留在世上吗 我离开以后 你们该怎么办 所以主说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宝会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按照这话语 主坐在宝座上之后 把圣灵赐下来了 圣灵带着 坐在宝座上的君王的权柄 与天使一同降临 与天使一同降临了 对此主说 不要说上帝的国在这里 在那里 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圣灵降临降临了 我们就能靠着君王的权柄赶出污鬼 主把这称作上帝的国 临到我们了 主说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是因为 只有他生到宝座上 才会把圣灵赐给我们 只有这样所有的圣徒们 才能使用王的权柄 假如 主不离开 一直停留在地上 我们要想得到上帝的帮助 就一定要找耶稣 但 现在因着圣灵 上帝国的能力 临到了每个相信的人身上 所以 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 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 我往父那里去 信徒们 能做比基督更大的事 是件不足为奇的事情 这是主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我们赶鬼 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近浅 或者 人品更优秀 我们赶鬼 唯独是依靠耶稣基督的能力 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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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名是多么伟大 也要明白天国的权柄是多么伟大 耶稣对门徒们说 然而 不要因 鬼 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 欢喜 这不是在强调 乌鬼的 降福 不值得 欢喜 而是在强调 我们的名 被记录在天上的事实 是多么重要 当然 乌鬼服从我们是件令人欢喜的事情 不过这本身并不是我们喜乐的根源 我们的喜乐在于 我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的事实 我们要接受上帝的想法 为此 首先要把自己带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扔掉 真正的信心 在于接受上帝所栽种的旨意 人以自己的想法再怎么相信 我做这件事肯定会成功 但 这只是自己的信念 而并非上帝保证的信心 人们为了确认自己的确信 用力地喊 我信 我信 但 上帝寻找的信心 不是从人心里出来的信心 而是信赖 上帝的启示的信心 所以 真正的信心 是指拥有上帝的确信 圣经上记录着上帝的确信 上帝确信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除灭魔鬼的作为 上帝确信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拯救人类 上帝确信 只有借着耶稣基督 人才能重生 上帝确信 只有借着耶稣基督 人才能复活 上帝确信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成为救人的中宝 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 上帝的确信 同时 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所以 我有耶稣这句话就等于说 我有上帝的确信 上帝 用他的名义来 保证他所确信的 所以 上帝启示的信心 能荣耀上帝的名 上帝通过儿子启示给我们的 上帝的名是耶稣 耶稣的名是我们信心的根据 我们把祷告 上传给上帝的方法也是靠着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献上的祷告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功劳 并依靠这功劳的祷告 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的上帝的确信 依靠他献上的祷告 上帝会拿自己的名义来担保英允 所以 奉耶稣的名献上的祷告 必有英允 祷告的目的在于得到英允 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说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极度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中 我们得不到英允是因为我们不求 而并非上帝塞住了耳朵 求也得不着是因为 求的内容或程序有问题 有的人可能会想 上帝 不管我们求得好还是不好 上帝看着给就行了 干嘛追究 但我们为了得着上帝的帮助 就一定要遵照上帝所定的原则 主对门徒们说 你们祷告 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蒙垂听 不要用许多重复话 意思是说 不要像不存在的神 或者不能给英允的神 祈求一样祷告 巴黎的先知们 一整天呼喊巴黎巴黎 但对他们的哀求 没有任何的英允 英允不是指 要长时间祷告就能得着的 为了做得着英允的祷告 首先要知道上帝的喜悦在哪里 上帝虽然希望 所有人都得救 但唯独拯救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 从未有人得到过上帝亲自做的见证 唯独耶稣基督受洗 从水里上来时 才得到了上帝的见证 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之所以 能来到上帝面前 得到上帝的爱 是因为我们在 耶稣基督里面 想要把祷告 上传给上帝的人 超越耶稣基督 是不行的 门徒们问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鬼赶出去呢 这时 耶稣回答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要想把鬼赶出去 在上帝启示的信心的基础上 还要加上祷告 祷告里有连山都能移动的上帝的应许 这应许是可靠的 因为上帝为了自己的名誉 必然遵守它 假如 没有上帝的应许 祷告就毫无意义 所以 人再怎么熬夜祷告 但如果没有对应许的期待 那么这个人的祷告就只不过是 一种宗教性的热心而已 宗教 说白了就是修行 不期待应许 而祷告 就跟修行没有什么两样 祷告不是修行 而是祈求应许 人们并不把祷告得不到应许 当做奇怪的事情 好像是已经习惯了 还有的人在祷告时 如果心情好 就认为上帝已经应许了 心情不好 就认为上帝没有应许 甚至有的人 当牧师约他一起去探访时 他说 要先祷告看看 然后说上帝不允许 所以不能去 把自己心里不喜欢的 当做上帝没有允许 上帝看到他子女们 如此摇摇欲坠的信仰时 该会多么心痛 有的人在开始祷告之前 首先用人的想法来判断应许的可能性 为这个祷告 能得到应许吗 如果认为自己的想法不足 就去找牧师 牧师 我这样祷告 上帝会给吗 问完了还是怀疑 就又问其他人 这样的祷告 上帝会垂听吗 回答的人更是过分 哎呀 祈求那么大的用不了 这不是上帝的旨意 太大的祷告 如果得到应允 人会变得骄傲 所以不要祈求那么大的 如果听到这些话 提出疑问的人 反而会因自己的祷告 没有得到应允 而感到庆幸 假如 教会只有这样的人聚在一起 那么 上帝的工作又怎么能成就呢 要想让上帝做工 一定要有信心 信心的出发点在于 承认上帝的能力是绝对的 而我们的能力是相对的 所谓祷告 就是依靠上帝绝对的能力 去解决靠人的力量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靠人的能力 可能完成的事情 就不需要祷告 就是因为不可能 所以才要祷告 不信者们 虽然不祷告 但在事业上 也能成功 也会做买卖发财 祷告 不是为了这之类可能的事情 而是为了不可能的事情 主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 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人移动山 这用人的常识来想 是不可能的事 但上帝是 能以让不可能 变为可能的上帝 祷告是唯独承认上帝能力的人 确信上帝应许的人 才能做到的 有的人 一天不落地做早祷 通宵祷告 也表现得很努力 但并不能因此 就说他的信仰很好 有热心与信仰好 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祷告可以荣耀上帝的名 因为祷告有上帝的应允 我们祈求 上帝就会应允 这上帝的应许 有上帝的名义做担保 祷告是 能够荣耀上帝名的能力 所以 如果不能做荣耀上帝名的祷告 就称不上是真正的信者 信者与不信者的重大区别在于 信者有祷告的资格 不信者即使有再多的愿望 但没有向上帝祷告的权利 上帝给了我们奉他的名祷告的权利 这也正是赶鬼时必须的条件 除了信心与祷告之外 赶鬼时需要的第三个要素 就是承认圣灵的权威 耶稣说 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 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 赶鬼是靠圣灵做的事 《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说 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了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流四方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耶稣基督能够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 是因为上帝用圣灵和能力高了他 通过圣经我们可以发现 上帝在礼祭司长或王时 才用由告人 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 就等于让我们成为像王一样的祭司 上帝同在的事工 就是指上帝赐予权利的公务事工 警察逮捕罪犯靠的不是个人的权利 乃是国家赋予他的公务权利 同样的道理 我们赶鬼医病 不是靠个人的资格 乃是由上帝保证的公务权利 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说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门徒们传福音的时候 主与他们同工 是因为门徒们的事工是公务事工 我们在为了患者祷告或者赶鬼时 首先要知道的是 我们使用的权利是公务权利 上帝与我们同工 是因为我们在使用公务权利 想要病得医治的人 首先也要知道自己有合法自由 比如说 一个人有犯罪嫌疑 受到审判 但判决结果是无罪 不同意这判决结果的人们 再怎么主张 这人是罪犯 要把他关进监狱 但国家下的判决 并不会因此而颠倒过来 就像这样 想要病得医治的人 首先要承认上帝赐予自己的合法自由 上帝用圣灵告了我们 给了我们王一样的权柄 我们能够轻易地制服污鬼 是因为我们有王一样的权柄 我们在面对污鬼时 要像王处理监犯一样 从王口里出来的一句话 能杀死罪人 也能救罪人 如同以上所说 要想赶鬼 首先要有信心 第二是要祷告 第三是要承认 靠圣灵而来的权柄 赶鬼的人 要完全地拥有这三种要素 在前面已经提过 首先要抛弃宗教性的信仰 与迷信式的信仰 拥有以上帝的话语为基础的信仰 还有 在祷告的时候 为了上帝的名誉 要追求祷告的应允 还要承认自己有靠圣灵而来的权威 并要像王对待罪犯一样 去对待乌鬼 有的人就好像一等兵 与一等兵打仗似的 去对待乌鬼 甚至有人说 乌鬼呀 耶稣与你打仗的话 能赢过你 耶稣不是与鬼打仗的 难道交通部长在街上 与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打架吗 我们信靠的上帝是独一的 所以 上帝对我们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耶稣教给我们的祷告 第一句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的父上帝 把他的名安置在天上 这里所说的天 不是鸟儿飞翔的天 也不是日月星辰所在的宇宙空间 而是宇宙以外的诸神的天 上帝比这天还大 要知道 我们能够于 如此大的上帝 但事实上 这不是完全的应允 求了大米的话 就要等待 直得到大米为止 还有 求十袋子大米 如果只来了九袋子 这也不是完全的应允 求了十袋子大米 就要一直等待 不抛弃 直到得到为止 就像这样 求 愿你的国降临时 就要让上帝的国 完全席捐我 让软弱无用的我 被上帝的国完全征服 今天 有很多人在教会 供职很长时间 却连得救的确信都没有 也有很多人 根本不知道该不该受尽礼 不知道该如何担当 执事执分的人 也是不计七数 甚至有人因为 别人对自己的劳苦不关心 而轻易地扔掉执分 还有人 因为牧师的一句话 而受试探 不来教会 就算刀抵在脖子上 也不应该改变的人 就是基督徒 如果只因对牧师的话 感到失望 就不来教会 比这更大的患难 与逼迫来的话 又怎么可能担当呢 就算矛头对着自己的脑袋 也不应该改变的人 就是基督徒 但是 如果 只因为与弟兄姊妹间 发生的小矛盾 就不来教会的话 到时候又怎么能殉道呢 因主日关店门 就会丢掉顾客为由 不来教会的人 算什么 上帝的子女 我们要让上帝的国 完全地支配自己 上帝的国 完全支配我们的时候 污秽也会惧怕 我们所拥有的真理 惧怕我们所拥有的合法权威 信徒们拥有的权威 是王一样的权威 我们如同 王对待罪人般的对待乌鬼时 乌鬼就只能服从我们 我们要因我们的名 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也要因自己 有靠圣灵来的王的权威 而欢喜 信心 祷告 与靠圣灵来的权威 这三点是 赶鬼者要具备的最基本的要素 信心 不是从自己里面涌出来的确信 我们的信心在于 由上帝启示的上帝的确信 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人 首先要决心 一定要得到应允 祷告关系到上帝的名义 没有应允的祷告 无法荣耀上帝的名 我们要为了上帝的名誉 向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挑战 也要带着一定要得到应允的态度去祷告 圣灵赋予我们君王般的权威与能力 我们一定要拥有这三种要素 放胆的诅咒乌鬼 我的灵魂啊 你要拥有上帝的确信 我的灵魂啊 你要荣耀上帝的名 我的灵魂啊 你要靠圣灵拥有王的权威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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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